第九題 Part A 首先留意到它是 K 的 所以你不要寫 S 了 然後它要做 Graphically 那你要畫個 Graph 啦 好,那我們就抽個題目先 就是 負 K 減 3 over 4 小個等於 27 over 16 減 K over 8 那要自己加括弧的了,之前提過了 分子一定要加括弧 那有很多人沒有加括弧的就慘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右邊這兩個數字搬過去 就是 負 K 減 3 over 4 再減 27 over 16 再加 K over 8 就會小個等於 0 現在呢就會是 按機的時間 Program 2 負 I 減 1 除 4 減 27 over 16 再加 I over 8 好,負 0.125 所以我們就寫負 1 over 8K 負 1 over 8K 再按多一下 負 23 over 16 有沒有按錯呢 再來一次 Program 2 負 I 減 3 over 4 再減 27 over 16 再加 I over 8 負 0.125 沒錯,再按多一下 負 15 over 16 負 15 over 16 就小個等於 0 好,接著繼續 所以答案呢 就是負 7.5 就是負 15 over 2 然後按多一下 然後按多一下 即是畫它們要變了 就會變成 S 大 等於負 15 over 2 那你見到呢 很多人就是這樣寫負 記住記住 這個位置就不是 S 是 K 好,接著去到 Part A 就還未完 你還要畫一個 Graph 的 好 那我們畫 Graph 呢 就會是 標示一個 0 接著負 15 over 2 就在 0 的左邊 好 大個等於 所謂是向右的 那就畫完了 去到 Part B 它就要你寫完所有 Satisfy 這條式的負數 因為這個是負 7.5 即是說 在右邊的負數都會符合 所以就會是 負 7 負 6 負 5 負 4 負 3 負 2 負 1 那我做完第九條了